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布里斯班国会大厦拉开帷幕 陆续抵达会场的各国政要 包括奥巴马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东道主、澳洲总理阿伯特 在为两天首脑峰会致辞时强调 主要议题是经济改革 预会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则呼吁各国加强制止 伊波拉病毒蔓延的力度 在出席峰会前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讲话时指出 亚洲面对朝鲜核发展威胁和岛权纠纷问题 奥巴马也在会上宣布 将向国际机构绿色气候基金捐献30亿美元 协助贫穷国应对气候变化 将人帝往前往的空变化 红海传绿色气候基金